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讲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信息系统的开发方法 开发方法的话 本来之前也是放在软件工程那里 那么现在都挪过来了 按照教材顺序都挪过来 干脆都放在这里 省得大家到时候 有的时候学员可能想对照教材 看一看 找不到 那么开发方法这一块的话 同样还是那几种 就是结构化 面向对象 原型 面向服务 第二版还是介绍这几种 那也很正常 因为现在的话 其他的开发方法的话 一方面不是主流的 另外方面还不成熟 那么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结构化的开发方法 结构化的开发方法 我们前面讲过了 代表结构化三个字都什么 叫字顶向下 逐步求精 模块化设计 逐层分解 什么意思呢 结构化的意思就是 它会遵循一个固定的结构框架 遵循一个固定的结构框架 你比如说 结构化方法 是我们最早提出来 我们应该按照一个固定的顺序去执行 我们的这个 去实现我们的软件 比如说什么固定的顺序呢 比如说我们首先进行这个需求分析 再进行系统 概要设计 详细设计 再进行编码和测试 然后呢 我们要通过这样的一个固定步骤 去完成 我们的整个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开发 它是第一次提出 以工程化的方法 结构化的方法 来开发系统 然后的话呢 它强调的是 我一个大系统 我自顶向下 自顶向下进行组成分解 因为它这里面有典型的 后面在软件工程里面会去详细的去分析 它的各个阶段 它典型的数据流图 可以组成的往下分解 它的一些模型 这里了解一下概念就可以了 而且的话呢 结构化方法 它要严格按照阶段划分来执行 而且一般来说什么 执行到后一个阶段的话呢 是很难回到前一个阶段的 它必须要求第一个阶段执行完 才能执行第二个阶段 按步骤来的 是一种很死板的一种方法 当然这种方法的话呢 本身来说它有一些优点 也有一些不足啊 按照我刚才跟大家解释的 它有什么优点 它开发目标很清晰 它特别适合于叫需求明确的情况 需求明确的情况 就是我所有的需求 都能够被明确定义 明确定义 一开始就很明确 这样的话呢 我才能什么 迅速地完成需求阶段 然后进入到设计阶段 然后呢 我不需要回头 所以的话呢 它的开发目标是很清晰的 遵循用户第一的原则 然后它的开发工作是阶段化 我前面讲了 必须一个阶段执行完 才能执行下一个阶段 阶段执行 然后呢 开发文档是规范化的 因为这是一种很正式的开发方法 它要求每个阶段 都有对应的文档 对应的文档 还有呢 设计方法是结构化 就根据设计的要求 一步一步的 你看 自顶向下的进行分析和设计 自顶向上的进行实现 一样的道理 所以的话呢 它只适合于需求明确的项目 以及比较中小型的项目 因为大家知道 大型项目都是什么 都是需求不太明确的 并且高风险 它是不适合的 然后它的不足之处呢 就是开发周期比较长 因为它的阶段之间是什么 是不能并行的 它必须这个阶段执行完 才能执行下一个阶段 串行的 而且的话呢 不适合于需求 不明确的情况 它不能适应需求的变化 因为你如果说需求变化的话 你就要反攻 反攻在结构化里面是什么 就是从下一个阶段 返回到上一个阶段 是比较麻烦 而且的话呢 它不怎么去考虑数据结构 结构化方法 它主要是面向数据流 它里面有这个实现的 有它的数据流图 这个在软件工程里面会讲到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 这里先了解概念 有一个数据流 所以的话呢 它是面向数据流 但是不是面向数据结构 数据结构是什么意思 数据结构就是类似于 堆 占 数据 结构体 这样的东西 那么结构化方法 它的常用工具 数据流图 数据字顶 然后呢 结构化的一些语言 这些了解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叫圆形化的方法 圆形化的方法呢 它的适用范围 跟我们的结构化方法正好相反 对吧 我们说结构化方法 适用于需求明确 而圆形法呢 它就适用于需求不明确 需求不明确 为什么呢 因为在需求不明确的时候 你看到我们会什么 我们会通过圆形化的开发方法 去建立一个快速的圆形 你看根据用户的初步需求 然后呢 建立一个快速的圆形 展现给用户 然后呢 根据这个圆形 跟用户进行交流 那这样的话呢 用户就可以看这个圆形 他就知道 这个东西是不是我所需要的 如果不是的话呢 他就会在这个圆形的基础上 提出该如何去修改 然后我们又会怎么样 我们又会对这个圆形 进行不断的迭代和演化 然后每一次迭代和演化 都跟客户进行交流 最终的话呢 满足了客户的需求要求 需求要求 所以的话呢 他是通过不断的建立圆形 不断的跟客户确认 来明确我们的需求 所以说 为什么他适合于需求 不明确的情况 然后他建立的这个圆形的话呢 肯定什么 肯定一开始是快速建立的 一个初始的圆形 他可能只是一个界面 可能只是一个界面 比如说我们企业要建立这种 企业这个ERP系统 企业资源规划系统 对吧 那么首先这里面的功能 我先不实现 我可以先把什么 先把这个ERP所有的界面 都给他先画出来 然后界面上的这个按钮之类的 都画出来 只不过没有具体的功能 是一个空壳子 对吧 那这样的话呢 我先跟客户确认 我说你是不是需要这个东西 因为你如果说用文字 用需求文档 跟客户确认的话 很多客户的话呢 甲方的话呢 他是不太了解的 他不太了解 你跟我说文字 我看不懂 但是你把这个图圆形建模给他 他就能看懂 他就能看懂 你比如说我们的圆形 按照我们是不是实现功能 可以分为水平圆形 水平圆形就是什么呢 就是纯界面 没有实现任何功能 就是画了一个界面出来 画了一个界面 垂直圆形的话呢 就是什么 就是他实现了部分的功能 部分的功能 按照最终结果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圆形啊 设计出来之后 它可以抛弃掉 就是我圆形设计完之后 跟客户确认的需求没有问题 那么我把这个圆形抛弃掉 我再按照这个 再重新开发系统 也有可能 我是在这个圆形的基础上 继续往下进行演化 演化 好吧 那么圆形法的话呢 它可以什么 它适合于需求不明确的情况 它因为它一开始 跟我们的用户就确定了这个需求 所以什么 它能够导致我们的成本 还有风险都降低 我们的速度加快 因为你一开始 确保了需求没有问题 那你后面的开发就很顺利 就很顺利 那它是典型的叫 以用户为中心 每次都跟用户确认 所以的话呢 它增加了用户的满意度 提高了系统开发成功率 成功率 另外的话呢 它也有利于我们的系统的用为 因为主要强调的就是用户参与 是吧 用户参与 但是它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就是什么 开发的环境要求高 管理水平要求高 开发环境要求高 管理水平要求高 因为你想实现这样的一种过程 就是不断的开发圆形 不断的跟客户进行确认 其实是需要比较良好的一个沟通 和管理能力的 是吧 管理能力的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进入到的是面向对象的开发方法 面向对象的开发方法呢 应该是我们当前最主流的一种开发方法 对吧 它会认为我们的客观世界啊 都是由各种对象组成的 所以这里你要了解对象和类的概念 好吧 像这个面向对象的话 在后面 软件工程后面的话呢 也会详细的去讲 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知识点 是值得注意的 这里我们先了解一下基本的概念 其实对象是什么呢 对象是我们客观世界当中真实存在的人 或者物 对吧 就真实存在 然后呢 可以由对象抽象出它的类 然后呢 去定义类的属性和方法 来进行开发 这样一讲的话呢 可能比较抽象 对不对 我们可以把结构化的方法 和面向对象的方法放在一起 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如果说运用这两种不同的方法 我们该如何去进行系统的分析 系统的分析啊 那么我们以什么呢 我们以一个电子购物网站为例 一个电子购物网站为例啊 这个网站大家都比较熟悉 比如说你可以联想一下淘宝 对吧 以这样的一个电子 淘宝京东 这样的一个电子购物网站 以这个网站为例的话呢 我们来什么 来诠释一下 如果说我们采用的是 结构化的开发方法 我们该如何去分析 大家还记得 结构化方法的定义是什么 自顶向下 逐层分解 定义我们的数据流途 和数据字典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如果说采用结构化的方法 它就会自顶向下的去分解 我们所需要的功能和数据 比如说它会分解 我们的电子购物网站 可能什么 可能首先它会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什么呢 我们的表示层 我们的前端 前端表示层 就是我们的网页 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逻辑层 我们的功能层 第三个部分 是我们的数据层 数据库 然后的话呢 它可能会什么 再往下进行分层 比如说我们的前端 我们的浏览器 是吧 我们要实现什么 要实现跟用户的进行交互 用户浏览功能 用户浏览 还有用户关键词搜索 这些功能 对吧 然后我们的逻辑层的话呢 要能够接收这个关键词 然后什么 然后的话呢 在我的数据库里面 进行搜索 这些相关的功能 好吧 然后衍生出来 可能再往下进行分解 有什么 浏览 下订单 购物 这些相关的功能 也就是说呢 结构化的方法是什么 是由一个整体 组成的往下进行分解 分解到最后 得到一个 比较小的这个功能 一个个功能模块 然后分配给程序员 进行实现 要自顶向上的实现 自顶向下的规划 就是像这样 而我们的面向对象 它的思想是什么呢 它是找出 跟这个系统进行交互的对象 就是现实中 真实存在的对象 跟这个系统进行交互 那么大家可以想一下 现实中 真实 要跟我们电子购物网站 进行交互的 有哪些 哪些实体 有什么 有我们的买家 对象 对象应该是现实中 真实存在的 比如说有什么 有张三 有李四 这样一个具体的一个人 这样具体的人 对吧 这样的人 我们可以把它提炼为一个类 叫买家类 买家 还有呢 我们的卖家 就具体的卖家的人 然后提炼出他们的卖家 就是商家这个类 可能还有什么 我们的淘宝小二 我们的管理员 管理员这个类 对不对 提炼出这个管理员这个类 那么这个时候 你看到 他就是找出了 我们现实生活中 真实会跟我们 这个电子购物网站 进行交互的对象 然后由这些对象 提炼出共性 抽象出类 然后定义这些类的 属性和方法 你比如说 对于我们的用户 我们的买家 就大家自己用淘宝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样的属性 对于买家 我们会去定义 每一个类 我们会去定义 它的属性和方法 那对于买家来说 它有什么样的属性 买家的这个ID 买家的这个姓名 是吧 买家的这个年龄 生日 各方面的基本信息 对吧 那么买家 可能会有哪些方法 方法就是这个买家 它能够进行的操作和功能 那么买家可以什么 可以浏览商品业 对吧 可以咨询小二 可以直接下订单 可以加入购物车 可以支付 这是不是都是买家的一些 对不对 那么同理 然后它采取找 卖家的属性和方法 管理员的属性和方法 通过这样的方式 就定义出了 我们整个系统的一个功能和架构 所以你看到 采用我们的结构化的分析 和面向对象的分析 哪一种方法是更好的 肯定是面向对象 为什么 因为面向对象的方法 它是从什么的角度出发的 它就是从我们现实生活中 真实应用的角度出发的 它找到了我们现实生活中 真实会跟我们系统进行交互的这些人 它具有什么样的方法 它要做什么样的操作 然后从这个基础上构造系统 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什么 是从应用的角度构造的 而且是没有遗漏的 而我们的结构化方法 置顶向下的分析 它完全是什么 有一部分是在想当然 就是该分解成什么样的层 什么样的层 该分解成哪些功能 有些是在想当然 也有可能会有一些遗漏 有些功能可能是用户不需要的 有些功能用户需要的 可能你也没有想到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们主流的开发方法是 面向对象的开发 面向对象的开发 那么面向对象的开发 我们因为有这种对象 然后抽象出类这种概念的话 所以的话 面向对象开发方法 它具有很好的一个叫复用性 复用性 它的类 就是对象的抽象 具有很好的复用性 然后的话 面向对象的方法 它也是划分阶段的 比如说分析设计实现 但是它的阶段划分 就不像结构化那么严格 就必须要前一个阶段执行完 后一个阶段才能执行 不需要这样 它这个阶段之间的话 可以什么 可以重叠 可以并行 可以并行 前一个阶段做得不好 后一个阶段也可以补充 所以的话 它的效率也会高 而且的话 面向对象方法 是一种普世型的方法 你看 普遍适用各类系统 普世型 但是它也有不足之处 不足之处就在于 面向对象的方法的话 一般来说是需要 面向对象的技术进行支持 面向对象的技术和工具 比如说 我们后面在软件工程 要讲的一些 EML的一些图 和工具 好吧 图和工具 当然的话 我们现在一般来说 我们一些大型信息系统的开发 它会把我们的结构化方法 还有面向对象的方法 给它结合起来 你比如说 我们可以分析的时候 采用结构化 然后实现的时候 采用面向对象 或者说换一下 这个都无所谓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面向服务的方法 面向服务的方法的话 它的英文是SO 这些英文中文对照 你都要记一下 都要记一下 因为这是基本的一个常识 面向服务的方法的话 在我们第二版教材里面 它也没有怎么去展开说它 大概也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那么我们就知道 它会进一步的将我们的接口的定义 和实现进行结合 结合是什么意思呢 是因为面向服务的方法 它强调了一个叫松偶合 松偶合 偶合这个概念可能 如果没有学到软件工程 又有点陌生 对吧 这里如果解释这个东西 是需要一些软件工程的术语 偶合就是模块和模块之间 模块和模块之间的话 就是越来越松 就是越来越没有关联 保证了模块的独立性 那这样的话 它就催生了叫面向服务 服务 那么这的话 其实就是它的一个叫力度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系统开发的一个力度的问题 力度是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我们面向对象的时候 我们系统的力度是什么 是对象和类 然后的话 我们的力度再粗一点就到了什么 构建 叫基于构建的软件开发 力度再粗一点的话就到了什么 叫服务 就是我们说的面向服务的开发 面向服务的开发 好吧 所以的话呢 它这个开发方法的话 就是力度越来越粗 力度越来越粗的话呢 就是什么 它的复用性就越来越高 集成了很多的一些这个 通用的功能 复用性就会越来越高 好吧 这是面向服务 它的一个特点 然后在最后 我们会有讲那个面向服务的架构 到时候会详细的再解释 好吧 这里的话呢 以了解为主 好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到 依次来看到我们企业里面用的一些信息系统的层次了 好吧 依次来看到了 就是我们前面首先讲的五个基本的层次 然后的话呢 又介绍到这个企业资源规划这些 那首先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叫业务处理系统 TPS 业务处理系统 这个的话呢 在前面已经简单的跟大家解释过了 大家应该知道它是干嘛的 最初级形式的系统 最初级 但是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 好吧 我们说了这个信息系统它的层次 初级到高级时分 是说它带不带有智能化 对吧 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个东西不重要 这个实际上业务处理系统 在我们的这个企业里面 是比较重要的 而且的话呢 是我们企业最初始的一个 一个所拥有的系统 拥有的系统 它一般是针对我们管理里面的 叫具体的事物 具体的事物 比如说我们的财块 我们的销售 我们的库存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大量的重复性的结构化的一些操作 结构化操作 比如说打印文件 比如说下 这个发订购单 开发票 是吧 传账 记账 是吧 这些重复性的工作 重复性的工作 所以你看到 它就包含五个阶段 它这里说了 因为它是对企业里面 日常事物的一些 数据进行输入处理和输出 所以它有五个阶段 它的五个阶段的话呢 下面会做详细的解释 我们可以看看 我们可以先串一下 比如说 你看对于数据的输入 处理 以及什么 输出 肯定是有的 输入处理 输出是什么 输出其实就是这个文件报表 文件报表 我们输入数据 然后呢 对数据进行处理 处理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可能还会要什么 对于数据库来进行更新 处理数据 要对数据库进行更新 然后处理的结果的话呢 要生成这个报表 照表 然后可能还会要进行一些查询的处理 这五个阶段 我们可以一个个看一下 首先是数据的输入 数据的输入的话呢 它是什么 就是我们如果说 要进行一个事物处理 比如说简单的来说 我们的一个开发票 对吧 开发票这个工作 大家可能没开过 但是有财务的话 应该知道 开发票的话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什么 你要输入抬头吧 对吧 开发票 你需要输入抬头 而且你要把抬头输入到什么 准确的位置上 它有你输入公司名字的地方 有输入税号的地方 有输入地址电话的地方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首先 如果说我们要有一个 这个业务处理系统 来批量的来处理的话 首先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什么 如何把这些原始的数据 给输入到这个计算机系统里面去 这是一个什么 关键性的问题 这也是我们一般 我们的信息系统 的一个瓶颈问题 你输入的数据 越准确越快 那么你处理 就会越准确越快 好 那么常见的数据输入方式 它包括人工输入 然后呢 可能会自动读取 或者二者结合 然后呢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的话呢 就是对输入的数据去处理 产生你想要的结果 那么这种处理方式 一般有两种 你看叫批处理和联机事务处理 批处理和联机事务处理 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到底是不是实时处理 你看批处理的话呢 它会把我们需要处理的这个事务 或者说业务 累积到一段时间之后 进行定期的处理 它比如说就是 它可能每七天处理一次 你所有的这个 比如说大家知道 公司的财务 还有报销 可能也是的 比如说公司 每个月都有固定的 这个报销的时间 然后比如说 每个月15号 15号 那么呢 你前一个月的 这个发票 你都在这个15号之前提交 然后呢 我们会在15号 来统一进处理 处理你提交的 这个发票和报销 这就是P处理 P处理 联机事务处理的话呢 叫OLTP 它是一种实时处理方式 注意是OLTP OLTP 大家还记得 我们前面讲数据库里面 讲的OLAP 那个就是带有 智能化的挖掘和处理 对吧 那这个联机事务处理的话呢 它是强调一种 叫实时处理 但它处理的 也是普通的这个事务 对吧 实时处理 就是遇到问题 有报销 我立马处理 我不需要累积到那一天处理 很简单 这个区分 好 然后接下来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它会对数据库进行维护 数据库进行维护 因为大家知道 我们通过这个业务处理系统 去处理我们的业务和数据的时候 那么难以避免的 就会对数据产生更新 对吧 那么对数据进行更新的话 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也要通过TPS 来对数据库进行及时的更新 那么对数据库的更新 你看到 增山改查 增山改查 好 然后接下来文件报表的产生 文件报表的产生主要就是输出啊 就是输出 就是你看到 就像我们有输入 有处理就有输出吗 输出给我们的用户 提供了相关的文件和报表 文件和报表 然后这些文件的话呢 分类大家可以看一看 了解一下 它可以分为行动文件 信息文件和周转文件 行动文件的话呢 就是 我收到这个文件之后 我要做出一定的行动 都顾名思义去记 收到这个文件 需要做出一定的行动 就是 然后呢 信息文件就是什么 就是告知性的文件 就是你收到这个信息 就表明这件事已经发生了 就是我通知你 通知你 周转文件的话呢 你又可以称为它叫反馈 好吧 就是我收到之后 我还要给你返回 给你返回 好吧 然后第五个是查询处理 查询处理的话呢 就是它是响应用户的 就是用户可以通过 这个业务处理系统 然后呢 去什么 去这个点击查询 查询一些东西 然后呢 这个系统会给你进行反馈 你类似于像 我们像银行里面 有那种自助服务的 这个终端 自助服务的终端 其实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银行的那种 业务处理系统 而这种业务处理系统的话呢 虽然说最初级 处理的也是一些结构化的 重复性的操作 但反而是最重要的 对吧 你像银行的 这个自助服务的终端 你要用这个去取钱 存钱 开卡 是不是 如果说这些业务 一旦出了问题 那么整个系统 可能就出问题 你再像这个 一些航空公司 他那些 这个机票的一些兜售 是吧 机票的销售 这些都是的 都是的 好吧 所以的话呢 我们的业务处理系统 虽然说是最初级的系统 但也是很重要的系统 好吧 他一般来说 他是什么 是其他类型的 信息系统的 叫信息产生器 也就是说呢 他所产出的一些信息 一些结构化的信息 一些企业日常的 一些处理的信息 都什么 都可能是为 其他的系统 来作为输入的 比如说可能是为 我们的决策知识系统 专家系统 作为输入 而且的话呢 这个 它是我们企业系统的边界 一般来说 我们的业务处理系统 都是用来什么 让我们的企业跟外部 来建立联系的 跟我们的用户外部 就像我前面所说的 什么 我们的银行的 自助服务中端 是吧 那些自动区块 ATM那些 它就是出于边界 是吧 很重要的 所以的话呢 你看到 它这里特别强调了 面临的是 结构化程度很高的 对吧 就是结构化那些 重复性的操作 重复性的操作 然后接下来 我们看到的是 管理信息系统 MIS 我们一般又把它称为 叫密实系统 管理信息系统 管理信息系统的话呢 它是在我们的 业务处理系统的 基础上发展的 我们前面不是讲 我们的业务处理系统 它处理的信息 一般会作为 我们其他系统的 一个输入 对吧 那么比如说 就是我们这个 管理信息系统 那么它就是对于什么 对于我们的信息流 进行处理和管理 引用了大量的管理方法 对企业的整体信息 进行处理 整体信息 然后呢 它会利用这些信息 进行什么呢 进行对于企业的 叫预测 控制计划 辅助 辅助我们企业的 全面管理 就是我收集到的 信息越多 汇总在一起 可以帮助我的 企业的这个管理层面 去进行经营和决策 经营和决策 对吧 那么管理信息系统的话呢 它包括四大部件 大家看到 包括四大部件 叫什么 信息源 信息处理器 信息用户 和信息管理者 信息管理者 信息源的话 指的就是什么 信息的源头 信息源啊 指的就是信息的源头 那么也就说 信息的产生的地方 这都顾名思义 对吧 信息处理器的话 就对信息进行处理 进行处理和加工的 加工的 好 信息的用户的话呢 就是信息的受众 信息的受众 展现给谁 然后呢 还有对信息进行管理 信息的管理者 管理者 一般来说 它的这个层次是什么样的 就是由信息的源头 然后呢 这个信息进行处理和加工 信息处理器的处理加工 然后给到我们的信息用户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信息的管理者的话呢 是会对这三者之间产生的信息 都会进行管理 中间的 好吧 然后的话呢 我们的管理信息系统的话呢 它可以分为什么 就是因为它不是包括这四大部件吗 那么它会根据这四大部件之间的联系 可以分为叫开环系统和闭环系统 开环和闭环 开环和闭环是什么意思呢 开环的意思就是 它在整个信息系统管理的过程当中 不会去收集外部的信息 不收集信息 然后也不进行反馈 就是把当前的事物给处理完 而闭环的话呢 使它会不断的收集信息 这个要举个例子给大家 大家就明白了 是吧 你比如说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这个空调 或者说我们汽车的这种自动巡航 都实际上都是什么系统 都是一种闭环系统 对不对 你比如说 你当前的温度可能是30摄氏度 你的空调调整成了20摄氏度 那么这个空调 你开了之后 它能立马从30变成20吗 不能 甚至的话呢 它可能长时间都不能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不断的闭环调整 反馈的一个过程 它调整了之后 它看当前的温度到了20度 那么它就会把这个冷空计 然后呢 就会降低少一点 如果当前温度又过高的话 它就会多放一点冷空气 这个就叫闭环 它会不断的收集当前的信息 进行反馈调整 达到这个目标 开环的话 就是它不会管外部的信息 不会管外部的信息 只做自己的事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 我们会根据 我们处理的内容 还有角色的层次 我们会把我们的管理信息系统 分为三层 三层叫什么 叫战略计划层 你看 战略层 然后呢 管理层 以及什么 运行层 分为这三层啊 好 这三层呢 都是属于我们的管理信息系统 然后在这个下面的话呢 还有一个什么 是属于我们TPS的 叫什么 就是对于业务处理的 业务这一层 好吧 只不过正常来说 应该是这四层 越来越具体 这三层可以记一下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啊 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 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的话呢 它没有这个单独的 全部都列出来啊 但是它一般来说 我们的功能是通过什么呢 是通过过程来实现的 就在企业里面啊 过程 过程是什么呢 就是逻辑上相关活动的集合 因此的话呢 我们如果说去描述一个 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 一般把它描述成什么呢 一个功能过程的一个结构图 就像这样的一个图 功能过程的一个结构图 我们知道管理信息系统 是对于我们企业 整体的一个 信息流的一个管理 那么这个时候 你看这里啊 这里我们就列出来了 对我们企业整体 包括哪些活动 然后由这些活动的话呢 衍生出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 你比如说 它有什么 我们的企业里面 有这个订货服务 这个都是对于生产和控制流程啊 有订货服务 有预测服务 是吧 然后由此的话呢 我们会得出这种主生产计划 是吧 然后呢 我们企业会有这种 库存管理的这个活动 那么我们就会有 我们的管理信息系统 就会有库存管理的功能 是吧 然后我们会有采购及进货 会有库房 是吧 会有这些 就是它是确定 我们系统里面 有哪些活动 有哪些过程 然后的话 根据这些过程 去定义我们 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 功能 然后我们再看到 就是管理信息系统的一个组成 组成 组成的话呢 就是它是由 我们的功能层次矩阵来表示的 功能层次矩阵 就像这样的一个矩阵 大家看到 那么它 它这里是一个矩阵 矩阵就分为行和列 那很明显 它的列是它的层次 它分为四个层次 我跟大家讲过了 战略管理运行 是属于MIS的 对吧 下面这个是属于TPS 业务处理 层次 然后它的行就是什么 这应该是它的行 这应该是它的行 对吧 层次是它的行 对吧 这是行 战略管理运行 业务 对吧 这个是行 然后它的列呢 它的列的话呢 就是它的功能 它的功能啊 功能 这些功能的话呢 就是什么 就是构成了我们的管理信息系统 管理信息系统的组成啊 那么功能我们看到 第一个什么 销售市场指系统 销售市场指系统 它包括什么呢 包括我们的销售和推销 这个你顾名思义 基本上都知道它包括什么 这个整体来说考的概率不大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我们的管理信息系统呢 包括销售相关的 跟销售相关的 然后销售人员啊 销售数量啊 顾客啊 对吧 然后包括生产相关的 生产就是我们的产品 如何设计生产出来 设计生产出来 包括跟后勤相关的 包括我们的采购啊 收获啊 库存控制和分发啊 对吧 这个跟后勤 就是跟库存相关 采购相关 包括跟人事相关的 人事的话呢 就是人力资源 对吧 你看跟人员的雇佣啊 培训啊 这些相关 这简单了解就可以了 包括跟财务和会计相关的 财务和会计 那就是我们的记账啊 财务报表啊 成本啊 对吧 包括跟我们的信息处理相关的 信息处理啊 信息处理的话呢 就是我们企业的什么 信息处理的要求 企业的这个收集的数据 信息处理 还有呢 高层管理的 高层管理指示系统 就是单独为我们高层进行服务的 一般来说 是为高层的这个决策 和管理进行服务的 好 然后接下来 我们来介绍这个叫决策支持系统 DSS 决策支持系统 决策支持系统的话呢 它顾名思义啊 是很好理解 这就是为了什么 为了给我们的上层 我们的高层决策 然后提供帮助和支持的一个系统 它同样呢 也是通过对于数据和信息的一个大量的收集 收集完之后呢 进行推理和判断 然后呢 给出几种可行的方案 这种东西 大家可能在电视上都见到过 比如说类似于流浪地球里面的Moth 对吧 他根据这个信息 他会说 以下 接下来你会有几种方案可选 对吧 然后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会选择什么方案 对吧 但是一般我们的主角都不会选择他选择方案 对吧 好 那么你看这里 我们的决策支持系统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交互式的灵活的 好吧 然后要注意啊 它主要就是为了解决掉非结构化的问题 还有呢 半结构化的问题 这个我跟大家解释过了 就跟结构化是相反的 就是没有固定的步骤 然后呢 没有明确的需求 比较模糊的那种决策 对吧 模糊那种决策 一般来说决策都是这样 你比如说 我们现在当前的这个市场 是吧 我们应该去做这个在线教育 还是做电子购物 还是去做直播 对吧 就是我们的业务流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这个就是决策 那么这个决策的话呢 是会关系到公司以后的这个生存的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是什么 你不可能用那种业务处理系统帮你去做吧 那肯定要收集足够的信息 这种就是半结构化的问题 非结构化的问题 好吧 它没有固定的步骤 也没有固定的结果 那么DSS的基本模式的话呢 它是反映了我们DSS的形式 跟真实系统 还有人和外部环境的一个关系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是我们DSS的叫基本模式 基本模式 基本模式其实的话呢 你看到这里 它反映了我们整个的一个DSS系统 跟我们的真实系统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么哪一个是我们的DSS系统 就在这里 你看这个跟这个是类似的 这是我们DSS的一个结构 这是我们DSS就是决策知识系统 然后这是我们真实系统 然后这个基本模式的话呢 它就反映了 我们的DSS 我们的决策知识系统 跟我们的真实系统 以及跟我们的管理员 人员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么在这个关系里面 大家注意啊 管理者是我们的叫核心地位 核心地位啊 它就是管理者会运用什么 会运用我们自己的知识和经验 你看这里 真实系统 真实系统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 真实面临的环境啊 真实要面临的决策 像我们前面说的 我们的企业的战略 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会给我们提出问题 带着这些问题的话呢 我们的管理者就会参考什么 我们的管理者会参考 决策知识系统的一些内容 也会同样也会拼 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 来最终做出决策 最终做出决策 然后呢 我们的决策知识系统的话呢 它会通过一些纸系统 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 一些外部信息给到它 MIS的信息也给到它 处理数据也给到它 个人相关的东西都给到它 给到它 给到它之后的话呢 它就会什么 它会进行推理和判断 然后提供一些决策辅助的信息 辅助的信息 好吧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看这个结构 其实在这里就有了 但真实展现出来 我们把它单独拎出来 就像这样 就是我们DSS 决策知识系统 它的基本结构的话呢 它分为叫两库结构 和基于知识的结构 这里给出来的 一般我们通用的是两库结构 这是教材里面给出来的 基于知识的就没有给 所以我们了解 两库结构就可以 两库结构的话呢 主要是数据库 模型库 两个库嘛 叫两库结构 好吧 但其实DSS还是有其他的 也有三库的 不同的 但是教材上给的是这个 我们就以这个为主来了解 好吧 来了解 那么你看到 这个两库结构的话呢 我们的数据库子系统 就是用来接收什么 接收我们外部的数据和信息的 外部的数据和信息 存储在这里 收集足够多的信息 而模型库子系统的话呢 里面存的就是什么 一些推理 判断 还有一些真实的一些场景的模拟 场景的模拟 是吧 用它对这些数据进行 这个综合的推理判断 挖掘分析 场景的模拟 然后什么 都跟我们的用户 用户是通过对话值系统 跟它进行交互的 跟我们的用户进行反馈 是吧 然后提供一些 知识决策的一些信息 好 然后我们这里的话呢 它有关于决策支持系统的一些总体功能 还有它的特点 那这两块东西的话呢 我感觉 应该不会去考 概率很小 大家可以稍微浏览一下 不用去使进背 稍微浏览一下 帮助大家去理解 你比如说 决策支持系统 它的总体功能是 支持我们各种层次的人们进行决策 这里你说了各种层次 比如说管理层 领导层是最重要的 但可能也会支持什么 中层低层 那么它具体包括什么呢 具体包括我们就稍微看一看就可以了 比如说它会用来什么 整理和提供我们决策相关的数据 收集外部数据 然后呢 提供反馈信息 收集外部数据 进行推理和判断 然后提供反馈 还有呢 要具有存储和管理 数据要存下来 而且的话呢 要提供什么 常用的一些方法 推理统计运筹的方法 然后呢 为用户方便增三改成 会对数据进行加工 有人机界面 是吧 而且呢 支持分布式使用 然后不同的用户可以 不同地点的用户可以共享 这个看一看就可以了 然后呢 它的特点 它的特点的话呢 就是你看到 决策支持系统 它是面向决策者的 这是一句废话 对吧 决策支持嘛 就是为了决策提供辅助的 肯定是面向决策者的 然后的话呢 它支持主要是对半结构化 还有非结构化问题的 决策支持 然后呢 它的作用主要是辅助和支持决策者 它不能代替决策者去决策 最终的决策 还是由我们的决策者来参考 各种各样的情况来判断的 然后的话呢 它体现了决策过程的一个动态性 动态修改 而且的话呢 提倡交互 人机交互这些 这些基本上你理解了 决策支持系统的原理的话 如果真的出选择题 都是很好选的 不至于会选错 然后我们再来看到决策支持系统的一个组成 决策支持系统的话呢 它是组成是包括哪些呢 包括你看第一个叫数据的重组和确认 数据的重组和确认 也就是说它包括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运行我们的决策支持系统 我们是必须要什么 要获得到跟我们的决策相关的 大量的数据和信息的 大量的数据和信息 所以的话呢 它这里的这个数据库指系统就比较关键了 像我们前面的两库结构 数据库就比较关键 它必须要获得到正确的数据 然后呢 可以用理想的形式来超过这些数据 一般来说在DSS里面建立的都是数据仓库 就是把很多不同的一元的数据集成在一起 一般都是用数据仓库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要建立数据字点 数据字点 建立数据字点 然后呢 对数据仓库进行存取 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它是由这个数据挖掘和智能体组成的 数据挖掘和智能体是什么 你看到数据挖掘指的是 就是我们建立成了数据仓库之后 我们会对这些数据进行推理判断挖掘分析 我前面不是跟大家讲了吗 推理判断挖掘分析 那么这个智能体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管理者运用工具 运用的工具 对数据进行存储和查询的工具 叫智能体 那么我们进行数据挖掘啊 这种智能分析 关联分析的话 数据挖掘呢 它又包括几种不同的类型 这几种不同的类型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作为这个知识点 包括什么呢 第一个叫联合 联合的话呢 就是它会把各个事件都联系在一起 联系在一起啊 然后呢 保证两个事件之间不冲突 或者说呢 可以互相加以利用 加以利用 你看到 一般来说 我们会把学生 学生们 他会经常 将学生们经常同时选用的两门课程联系起来 保证这两门课程不被安排在同一个时间里 这里都有举例啊 你很容易判断 定序 定序的话呢 就是我们会什么 会去确定啊 然后不同事物之间的一个次序 不同事物之间的一个次序 定序啊 定下来这个顺序 然后分类和聚类的概念啊 分类的话呢 它什么 它会根据我们的一个特点 然后呢 去把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事物进行分类 根据某一个特点 根据某一个特点啊 来 你看了 我们以学生完成的学业的时间为标准 而会分成几个不同的类 是吧 不同类 而聚类的话是什么 聚类的话呢 是根据啊 我们这个学生本身特有的 然后呢 跟其他小组有相区分的一些 一些点 来划分学生 叫物以类聚嘛 物以类聚 是吧 比如说我们觉得啊 这一类的学员做的比较好 把它划分为一类 分类和聚类的概念是 是不太好理解的 不太好理解的 好吧 对吧 这个容易搞混淆啊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就是分类是怎么样呢 就是它会给出一个具体的一个规定 分类是它会给出一个具体的一个规则 根据这个规则产生了分组 而聚类的话是什么呢 是这个规则不是我们给出来的 是什么 是它这一个类别的群体啊 自己会有的 这一个类别的群体自己会有的 好吧 这一个类别的群体自己会有的 然后呢 根据它自己会有的 产生了叫物以类聚 然后天然就分成了物以类聚 好吧 然后第四个的话呢 叫模型建立 模型建立啊 模型管理啊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叫帮助决策者去理解和选择有关的现象 这个模型建立对应的就是我们 DSS里面的什么 模型库子系统 模型库子系统 对吧 那你看呢 这个前面其实都是讲什么 你看前面 这个我们讲的DSS的组成啊 前面都是针对数据库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是如何对数据进行重组啊 确认啊 如何建立起我们的数据仓库 数据字典呢 然后如何对数据进行挖掘啊 这些都是针对数据库的 然后呢 模型是针对模型库的 好 那么模型建立 模型是什么呢 模型其实 你不要看它介绍就这么一句话 其实它是我们整个DSS里面 什么 最复杂的一个库 因为它这里面的话呢 会去给出一些 我们现实生活中 真实会存在的一些库 一些这个场景 一些场景 然后通过对这些真实场景的 这个 这个推理和判断 然后呢 得出我们的决策信息 决策信息啊 那么它建立模型的方法 比如说穷举法 比如说我们的神经元 它可以通过模拟神经元网络 就深度学习那些穷举法 还有一些算法 一些启发式 启发式就是会运用一些经验 来进行启发 还有呢 模型模拟这些方法 这些方法